另外還要看的是 為紀念和紀錄抗戰期間 美中聯合抵抗侵略的歷史 2010年11月22號 在南加華人社區 與盟視市府合作努力下 盟視建立起一座 二戰中美軍民合作反侵略紀念碑 由華裔社區人士 組成的建碑委員會 今天宣佈 將於下月舉辦建碑的年度紀念活動 再度提醒民眾 勿忘歷史先烈的犧牲 和珍惜現在的和平生活 二戰中美軍民合作反侵略紀念碑 靜靜坐落在盟視市府建築前 已經有兩個年頭 建碑委員會主席薛平華介紹 他們的成員從最初五位 後來增加到七位 現在又有心血加入 分別是王竹青與崇培心 總委員數達到九人 而建碑委員會也預計 於下月初舉辦盛大紀念活動 今年我們這個主題 我們現在就準備 有好幾個我們還在考慮之中 主要的我們這個紀念碑 就是紀念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在中美兩國的軍人 來做一個紀念 讓大家都知道歷史 可以從中的激發出 我們所有的愛國的情操 建碑委員會也希望通過定期 舉行紀念活動 來鞏固社區的團結 推動美中關係發展 促進世界和平 18台新聞 蒙氏 採訪報導 來自我們 我們就去架架 去寶物 我們在公開 我們就去架架 準備